Dotr Chan 作为苹果的其中一家服务供应商 市场扩张方面有什么优势呢? 技术上能够支持你互补不足呢? 这是个问题 因为现在的手机应用平台只有两个主要平台 开场和IOS 例如香港有40%的人用苹果 如果你要用室内定位和导航 如果你缺少IOS 基本上你就不是全程服务 苹果现在的室内地图是一个很高标准的地图服务 基于电子地图上它再做定位和导航 所以如果你要做到室内定位和导航 你一定会做地图 而且地图的质量要非常高才可以做得到 现在全球只有几间服务公司可以做到所有服务 八间而已 我们是其中一间 你的好问题就是和苹果合作有什么好处呢? 好处就是你可以用到它的平台 提供给你的客户去用 而这个平台是直接的生意 是全球都可以用到的 另外技术上的好处是什么呢? 技术的要求非常高 即是它的服务非常好 如果你的系统可以和它直接对接的话 其实你的系统都要很好 是 超级高质量才能做得到 是吧? 如果我的系统和我们这个系统 是服务到IOS的话 我都可以服务到Android 如果两个平台的质量都好的话 我可以服务到我的客户是非常好的 它的定位会非常准 导航会非常好 地图服务会非常好 所以等于苹果设定了一个很好的工业标准 即工业标准 你要做室内定位 你要做室内导航或室内地图 你不愿意用这个作为一个参考 你做得到它才能考虑让你进入 有个基准可以参考 有个基准在 所以这个对我们很大的帮助 因为苹果认识了我们之后 其实你不需要问我的技术行不行 因为全球最大的其中一间IT公司 都说你的技术行不行 而且比你在它的平台上有信心 有信心 其实你们知道你们有个目标 想打造这个无障碍的城市 其实在实践方面 你们有什么考虑呢 会不会配合一些基建 或者一些物联网的设备呢 这个是好问题 其实我们做这间公司 是大约13年开始做的 所以我们最初就是考虑这件事 是 所以为什么要做一个很漂亮的地图和定位 你要配合到苹果来做呢 嗯 刚才说 如果苹果你做不到 等于你商量不到 其他 一半的人 是吧 那你就不是全程服务 是 所以我们一路做下去 就是 就是 考虑点就是 一定要全程服务 全程服务要做得到的时候 你就一定要这两个主流形态 你都要用得到 而你的技术一定要做得很好 另外一个IOS主流形态 才愿意接受你 才开放给你做 嗯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大的策略性的下战 从技术上面 从策略上面 你都要配合去做这件事 明白 不是说赚快钱 赚快钱就可以做些 用其他硬件的东西去配合你做你的东西 一个商场做完我收钱 不是这样 是 因为一个商场做完 你重复不去其他地方 嗯 所以我们的做法就是 跟大的平台对接了之后 想整个数据呢 是可以分给整个城市用 是 不同的形容去做 你玩游戏的时候可以用 你智慧城市可以用 你做医疗的可以用 是 你做物联网的可以用 是 你做物联网的可以用 是 那变成了一个概念 就是一个开放平台 给所有的人一起 做一个社会 一起去建立这个智慧城市 不是你自己的一间公司 是 而是你所有上下游的不同人 一起去建立这件事 比如我刚才说 做游戏的 做医疗的 做购物商场的 做电商的 是 大家有不同的行业 不同去将你的服务做好 就是服务我们每个人 就是全城的概念 是 现在就在香港市场这样发展 未来你们是怎样 传统出去 其实我们现在都 我们的服务 不仅是覆盖香港 是 我们是覆盖到全亚洲的城市 我们在大约10个城市 都有数据 东南亚 台湾 日本 国内 泰国 等等 都有服务 只不过香港 我们有一个服务 是跟万人习一齐做 是服务一个比较特别的群体 它去做到这个无障碍的出行 嗯 这个服务也会 copy全世界其他地方 是 比如我们国内 也有做些 自卫园区的管理 等等 所以不仅是香港的 是整个亚洲 现在都有些厌务 而且有数据 是 另外我也有一点比较好奇 其实Google会不会是你的竞争对手 如果是他们这么庞大的话 如果他们有一天想做室内地图 其实你们的竞争优势的位置在哪里 其实面对智慧同时 这个这么大的课题 是 全球这么大 我们其实保持一个态度 就是open 这个open Google也好 苹果也好 亚里 腾讯 什么都好 其实他在我们的上下入 是我们的搭档 他肯定用我们的平台 我们要用他的平台 大家互补互share 将数据 或者将服务 share给对方 就是serve到更多的individuals 更多的企业 这是我们的概念 明白 因为事情太大了 spatially太大 而且时间太大 就是时间变化太多 你一定是上下入一起去做 才能解决到问题 所以我们看苹果 我们看Google 看阿里 看腾讯 都是我们的合作方 事实上他们也是 所以我们一起去打造 智慧城市 然后服务我们整个人群 是 一起发达来搞 是 不过我们这次时间参照 我们一会儿一会儿 继续聊天